双北公车业者争取要调涨运价 已经正式向市府提交公文 后续将提交双北的运价共同审议委员会来进行审查 客运业者坦言现在的营运状况真的很吃力 根据了解期望涨幅将突破七元 这恐怕也会让运价的补助上看百亿 一旦无法由公家吸收 到时双北动涨24年的公车票价 也将面临涨价压力 载客量下滑加上通膨压力 现在又面临油价飙涨 动涨了二十多年 双北公车业者挡不住 酝酿要调涨运价 不少通勤上班族哀哀叫 就希望不要涨太多 可能五块吧 如果转成有优惠的话就会好一些 二十二十五应该还可以 因为我是用定期票 目前双北公车运价在十九到二十块间浮动 台北市府每年补助近三十亿 新北市府每年补助二十多亿元 业者已经正式向双北市府送件调涨运价 有消息传出提报涨幅突破七块钱 双北运价补助恐怕上看一百亿元 7月13号已经有收到公会报 进来做运价检讨的一个正式公文 我们会依据民众的负担能力 还有业者的经营环境 跟这个政府的态度负担能力 来看整个运价评估调整多少 主管机关收到业者申请后 将会送到双北的运价共同审议委员会 审查共同的成本项目 接下来再送到两边各自的审议委员会 业者就表示如果运价不涨 恐怕撑不下去 业下一个公车业者经营都是很困难 各家老板都到处去接钱 如果运价不能顺利调涨的话 我研判一定会有公车业者会倒闭 台北市是没问题的 我会讲清楚 因为我们台北市有路边停车收位 牵涉到新北牵涉到旁边的城市 他们就很吃力了 运价涨多少 还得看市府预算负担能力 只是运价票价还还相扣 小老百姓就怕万无接掌 以后连搭公车都得多淘几个同伴 记者陶医生华民生还有报道